我們先講一下軌跡去哪裡拿 如果還沒拿到軌跡的話 先來到我們的地靈區 然後 傳送到這個第二觀測站 出門之後我們向後轉 剛剛這個懸崖沒有 這邊懸崖跳上去 那在這個懸崖上就會有招式機軌跡了 但因為我今天已經剪過了 應該在這個位置 不過因為我今天剪過所以看不到 那你們在這邊 又可以拿到招式機來學習軌跡 有軌跡之後我們另外一隻要準備的東西是 就是 呆咳嗽 那目前我的配法是 特攻26 防禦6 HP20 那招式的話是輔助力量 鐵壁 軌跡跟偷懶 那主要是利用 鐵壁跟鐵壁擋住攻擊然後疊軌跡 疊大概疊滿之後再利用輔助力量 一波爆發把王帶走 這邊的話我們就 實戰一下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開場 對方會先跳一個劍美 那等閃燕王牌劍美完之後 我們下的是鐵壁 好再鐵壁 好兩個停壁之後只要對方不要 劍美就是偷懶然後開始準備疊軌跡了喔這邊很棒 有神風球下多少喔那傷害減半的情況下 對啊我們接下來就很輕鬆了 好這邊就開始疊軌跡了 這邊速度還是要快一點 不要疊太久不然那個 時間到他依然會太平滑了 好這邊我們疊三個軌跡 好這邊我們疊三個軌跡 已經健美了糟糕 不過還好有卓山該是還可以接受喔 那我們這邊就下衝衝猛攻 感謝余國的支持 方簡單有福利 好最後我們就補助力量開砲 那這邊就是靠衝衝猛攻的傷回合 我們用補助力量把他灌到死 好這邊對方開盾我們也不管喔 就直接趁著有衝衝猛攻 那時間一定要在半條之前把他處理掉 因為如果時間剩半條他會消除我們身上狀態 那基本上就沒得打了喔 接下來就浮度力量開砲 第二回合 應該是吸的回來 對這樣吸的回來就很舒服了 那接下來就是趕速度 一定要在時間過半之前把他收掉 不然如果我們身上狀態被消掉會很不舒服 OK 那大概總計就是這樣子 剛好噴三把 那可以把他收掉 只要不要被消到狀態 那閃燕王牌不會算是太難處理這隻怪 喔這邊已經抓過了喔 所以就不能再抓會直接消失 大概 這就是打閃燕王牌的步驟與裝法 大家加油吧